江湖上的武功五花八门 当一代刀王碰到至尊枪王 谁会是第一呢 老布和刀王老顽童 两人虽然是好友 但是在武功方面却不相让 都认为自己的武功在对方之上 刀王老顽童这边 每天都有各种虾兵蟹将来找他鄙视 这些人认为只要打赢了老顽童 能成为江湖上的数一数二的刀王 这些小喽啰根本不是老顽童的对手 但是老顽童玩性大 他总是不厌其般的接受这些虾兵蟹将的挑战 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枪王老布这边 为了练好枪法 他每次都会花钱请杀手来杀自己 而那些杀手哪里是自己的对手 每次都是被打得落荒而逃 老布的武艺也在和杀手的比试中慢慢提高 这天一个梅大侠被过来杀他 这个梅大侠自称从未输过 只会杀人 但是一见到老布没几下就被打趴下 梅大侠被打得劈头散发气得不行 说要生个儿子以后来找他报仇 时间马上来到7月14鬼节这天 这是枪王老布和刀王老顽童约定的每年比试的时间 他们认为在鬼节比武 无论是谁死在刀下 变成鬼也能捡到钱 变成有钱人 两人按照约定来到了武林圣地 互相酸了对方几句 就开打了 他们在这里比试了15年 每年都是平手告终 这次比试也是一样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一个被砍掉了眉毛 一个被砍掉了胡子 眼看就要吃晚饭了 两人还没有分出胜负 直到中场的罗声响起 两人又是平手 愤愤不平的两人还在打嘴炮 突然老顽童提议 两人一人收一个徒弟 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他们 两个徒弟谁也不认识谁 他们自然不会留一手 到时候谁赢就是第一 两人一拍即合 以十年为期 十年后的今天 再到武林圣地比试 一决高下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寻找合适的人选 这天 老顽童在集市瞎逛 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心仪的徒弟 这时候一个恶霸带着两个手下出厂 他们到集市收保护费 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卖水果的大婶 大婶在这里赚钱辛苦 刚开始他并不想教 恶霸两个跟班把大婶的水果打翻在地 还把水果踩得稀巴烂 大婶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印 最后只好乖乖给了恶霸一些钱 恶霸接着朝第二个摊子走去 卖西瓜的老板是一个年轻人 他可不怕恶霸 拿着西瓜刀就和恶霸开打 可他根本不会武功 只好靠着自己的天生神力和恶霸打 恶霸人多是重 西瓜小伙渐渐地被他们拖住了 也看就要招架不住了 老顽童出来救了这个西瓜小伙 恶霸这边看是个老头 也不甘示弱 脱下外衣 露出全身都是锋利的刀 西瓜小伙瞬间吓得不行 躲在老顽童身后 老顽童才不怕 分分钟吊打恶霸 恶霸吓得连连求饶 老顽童见西瓜小伙 这么勇猛又机灵的样子 是自己心中的理想人选 当即表示要收他做弟子 可是西瓜小伙根本没有这个兴趣 还叫这个老头子离他远点 老顽童感觉他性格和自己很像 更开心了 西瓜小伙现在是单身 而且双亲都已经不在了 他现在绝情绝恩绝义 还是童子身 最适合学他的六绝刀法 可西瓜小伙再次拒绝老顽童 说他只想好好卖西瓜 不想练什么刀法 老顽童也不着急 他心里有了主意 于是在西瓜小伙回家之前 他一把火烧了西瓜小伙的房子 还顺便把他的铺子烧了 西瓜小伙大怒 当即就要砍老顽童 他又把西瓜小伙 引到了村里的祖宗牌位那里 西瓜小伙被老顽童玩弄 把祖宗的牌位全部打翻 这引起了村民的不满 他们纷纷拿起家伙要砍死他 西瓜小伙一路逃命 如今家也没了 村子也回不去了 他恨透了老顽童 老顽童一路跟踪他 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说 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你想要报仇 就必须学我的功夫 然后杀了我 西瓜小伙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当即同意了 老顽童开心极了 终于收到徒弟了 另一边 老布正要过河 传家阿药在靠岸时候 一棍子就处在了木桩上 老布看他的手法这么准 就拿出枪来试探他的天赋 让他用棍子处在他的枪头上 可阿药怎么处都处不到 就在老布得意的时候 阿药突然耍了一个小聪明 成功处到了老布的枪头上 这个老布无话可说 同时也发现了 这个阿药机灵又有办法 阿药也看出了老布功夫了得 当即就想拜师 想要学点功夫 到处炫耀扬民天下 老布心里已经想要收他做徒弟 但是他决定要先措措 这个小伙子的锐气 他跟阿药说 要想学五穷枪法 必须穷苦无依 穷徒没路 穷极无聊 穷凶极恶 穷追猛打 阿药当即表示自己从小死了爹妈 自己又差点隔皮 这是穷苦无依了 老布说你还有一只小船 阿药马上就跳到船上 把船翻了 这下他真的是穷途没路了 老布还是不想收他 他只好穷极无聊的跟着他 有三穷了 可是老布还是不为所动 阿药也急了 当即露出了穷凶极恶的状态要扁他 可老布依旧对他不理会 阿药这下真急了 在老布后面穷追猛打 就这样他的五穷都有了 老布这下终于同意收他为徒弟 从此两人开始对自己的徒弟悉心教诲 把毕生所谓都传授给他们 老顽童先教西瓜小伙子怎么抓到 他让西瓜小伙子抓着一只鸟打他 但是西瓜小伙用力过重 把鸟抓死了 西瓜小伙心里对老顽童有怨气 自然练得很努力 老顽童一点都不用督促他 老布这边 教阿药每日练习五枪的把势 阿药为了扬名立万 练得很勤快也很拼命 老布看在眼里洗在心里 但是嘴里却经常把阿药骂得狗血淋头 十年时间过去了 两个徒弟也都学到了师父的武功 这天老顽童趁着西瓜小伙练武的时候 悄悄的溜走 西瓜小伙看到了问他去哪里 老顽童回答 我怕被你杀掉 准备跑路到自己的干儿子那里去避难 老顽童还故意透露自己的干儿子名字 叫一带枪王 西瓜小伙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 他要先杀掉一带枪王 再回来找老顽童报仇 而老布这边也让阿药下山 要他找到一个叫一带刀王的人决斗 到时候就能扬名天下 他还给阿药改了名字 叫一带枪王 阿药兴奋的下了山 在途中 阿药看见了一个地痞摇晃晃公子 在欺负一个女子 他出手救这名女子 摇晃晃公子被阿药打得满地爪牙 另一边 老布的跟班一直跟着西瓜小伙 跟他搭讪 并且添油加醋说 这个一带枪王多么多么厉害 于是西瓜小伙子和跟班一起通行 很快在老布跟班的撮合下 两个徒弟终于见面了 一个带着仇恨 一个想要扬名立万 刚要开打 老布的跟班提议说要到武林圣地比试 两人也不急于一时 就朝着武林圣地走去 他们几个人并没有注意到 刚刚他们的谈话 已经被两个神秘人听见 神秘人很快把这个消息 告诉老大笑霸天 这笑霸天默默脸上的伤疤 想起来15年前和老布比武 被老布一枪挫在脸上 他又看了看手上的伤疤 也是在15年前和老顽童比武 被老顽童所剩 15年过去了 他练就了阴邪毒辣的功夫 发誓要报仇血恨 在阿药和西瓜小子比试的时候 跟班又各种添油加醋的制造气氛 正要打得火热 笑霸天带人杀了出来 他们用网抓住了两人 老布的跟班看见刚要出手 就被笑霸天拧断了脖子 当场惨死 笑霸天把他们两人带回了府邸 做好了准备 等着老布和老顽童来救人 果不其然 得知自己的徒弟被抓走后 老布和老顽童两人 趁着夜色潜入了笑霸天的府邸 他们正小心翼翼的 在这里搜索了徒弟的下落 突然笑霸天的几个手下飞了出来 笑霸天随后闪亮登场 两人认出来他就是 当年和他们鄙视过的笑霸天 笑霸天说 15年前他败在两人的手下 被逼退出江湖 当年他就发誓 要用他们的鲜血来洗清他的耻辱 十几年来 他苦练武功 还训练了四个杀手 名字分别叫天下无敌 用来对付他们俩 说完一声令下 四大杀手马上向着梁老进攻 几人瞬间打在一起 这四大杀手果然不是盖的 梁老刚开始还处在下风 不过他们马上发现 他们的武功的破绽 很快就转败为胜 两人刚解决了四大杀手 笑霸天就出场了 这都是他的计谋 因为他知道梁老年事已高 打完四大杀手后 必定体力损耗 笑霸天趁此机会发动攻击 必定更占上风 梁老斗了一辈子 到了这个节骨远还是在斗 他们轮番对笑霸天发动攻击 但是都被笑霸天一一击破 老布脸上被抓出三道伤痕 还口吐鲜血 而老顽童的刀背 对方劈成锯齿状 也受了伤 此时两人都已经精疲力尽 但是依然在嬉笑怒骂 称口舌之快 老顽童知道就算联手 也不可能是笑霸天的对手 他偷偷让老布先去救出徒弟 自己拖住笑霸天 老布找到了地牢 解决了看门的人 刚把钥匙交给他们 笑霸天就杀了进来 两个徒弟救出来后 梁老又跟笑霸天打了起来 老顽童不敌 背后中了重重的一拳 倒在了西瓜小子的脚下 而阿耀看见老布被笑霸天打到墙角 眼看就要被他砍了 他马上从背后出招 阻止了笑霸天的刀落下去 西瓜小伙本来是恨老顽童的 他表面假装开心 嘴里说着赌气的话 老顽童健壮假死 这时候西瓜小伙终于着急了 他放下了心中的怨气 叫出来十年来的第一声师父 老顽童听到这句师父 开心的又活了过来 然后他又挣扎着站了起来 联合老布跟笑霸天混战在一起 掩护两个徒弟逃走 虽然两人都不忍心抛弃师父 但是梁老让他们留在青山寨 瞅以后再报 最终梁老都死在了笑霸天的手上 就连断气的时候 两人都在攀比 看看是谁后断气的 一刀一枪最后还是落在一起 而笑霸天复仇的心愿达成 开心的大笑 逃出来的两个徒弟都想为师父报仇 可是师父都不是笑霸天的对手 他们两人怎么可能打得过 就在他们苦恼的时候 阿耀看见了几个小朋友在玩钓鱼的游戏 这些小孩用磁铁在钓起碗里的鱼 这一幕让阿耀瞬间有了主意 他们两人闯进了笑霸天的府里 言语挑衅 一言不合就开打 他们边打边退 然后开始跑出笑霸天的府邸 笑霸天为了斩草出根 跟了出来 阿耀他们一路跑进了树林 在这里有一个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包裹 两个包裹里面有两块磁力超强的大吸铁石 笑霸天的大刀遇上这块吸铁石 很快就被吸了过去 很难发挥作用 最终笑霸天丢掉了手里的刀 两人联手 合力打了笑霸天找不找北 只见阿耀把笑霸天翻了过去 西瓜小伙一拳就下去 笑霸天挣扎着站起 阿耀再次一个重拳过去 笑霸天再次倒地 西瓜小伙再次下拳手 打得笑霸天无力反抗 最后阿耀一脚踢了过去 笑霸天此时早已魂飞只剩半条命了 最后一下 他被西瓜小伙从头顶下拳 这下他终于归西了 两个徒弟终于为各自的师父报了仇 两人把师父埋在一起 把他们的刀和枪放在了坟前 为了完成师父的心愿 两人在坟前再次拿起师父的武器打了起来 硬是要分出一个胜负来 这几天的相处和经历 让两人有了很深的感情 都不愿意下死手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始终分不出胜负来 最后两人决定 谁先把兵器插在师父的坟前 谁就赢了 两人开始了抢兵器大战 又是你来我往的打斗 最终两人把兵器插在了师父的坟前 但是到底是谁先插进去的 谁都没有看到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都说是自己先插进去的 到底是谁先插进去的 谁也不知道 他们再次打成了平手 这是一部以诙谐轻松的气氛 来讲述江湖恩仇 整个影片全程充满了笑点 在轻松的过程中 将故事的首尾精彩呈现 但是在这轻松之中 也不乏泪点 比如梁老为了掩护自己徒弟离开 献出自己的生命 两个主角洪青宝和刘家荣 一人分尸两角 演的一点都不违和 演艺实力可见一斑 影片末尾说到 搏命短刀夺命枪 都不是兵器之王 因为他们始终敌不过人类的感情 正是这部电影所要传达的深意 武侠最深的意义 应该是何而不是战